词曲 李宗盛 准理 好你说 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所幸想的去不得 一夜苍穹回来 人是以理歌 今生不可得 天涯各奔 绕心满 天缘长久 人喜开阔 离他不远 却静不得 天际一番涌 终去月 百年后 索性思念终成歌 泪容回音寒笑着一本唱过 语情的书并没消失 心肠泪不止 消失 却总不止 流星藏重整开阔 我似我 他一夜不甘就白头 这世间不必多解释 若心痛人不知 如何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小强子 从今日起加入咱们千语位 大家好 我是小强子 承蒙雁童领赵谷 亲自提拔我加入千语位 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怎么这么矮啊 看起来娘们儿唧唧的 一点也不像个男人 就是 咱们千语位都是通过 层层的选拔 像他这样的 明显就不够格 该不会是来烂鱼冲树的吧 报告 我以前是个小太监 这就对 行了 小强子 好 归队 是 为了照顾小强子 咱们今天先来个基础的 负重执行三十里 开始 是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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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语未丢脸啊 跟上 再这么抱下去 命都没了 你们玩吧 老大 千语未出逃兵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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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肠子 皇上不在 怎么可能呢 您都在这儿 他可能不在吗 皇上 皇上 您还要躲哪儿去啊 我没有啊 你前两天生病的时候 我都要担心死了 你 担心我 你不恨我吗 那日 我对你见死不咎 我就知道 我恨你做什么呀 你在这皇宫里比我难多了 前要治理朝堂 后要照料后宫 还要在众多官员中间周选 而且我知道 您这个皇位看似束缚 实际上是束缚 我都理解 我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小肠子 你太好了吧 参见皇上 燕统领 你怎么来了 臣听说 有人擅自离开 躲避训练 燕统领 是啊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我就是来这儿抓那个人的 让我抓到了那个人 我肯定把他打死 找到了打死他 皇上 他又打死我 误会燕统领 是朕让小肠子过来陪着他 皇上 如果我告诉大家 小肠子擅自离开躲避训练 是皇上允许的 那臣以后该如何领导谦语位 如何保护皇上 你 这 小肠子 只能委屈你了 皇上 正会去看你的 燕统领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逃避训练的 那就是有意的了 那 燕统领 我这才到第一天 你让我缓一下嘛 这样我有个美好的心情 也方便我逾越的训练呀 再说了 我觉得你们签逾为的训练 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例如呢 就例如说 这个一口气跑三十里 那 这一趟跑下来 腰也断了 腿也折了 而且体力也耗尽了 浴身都臭哄哄的 兄弟们怎么进行 接下来的训练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 是吧 所以 我觉得签逾为的训练 主要是为了提升 将士的凝聚力 凸显一个爱子 那既然这样 你就好好为同僚们 奉献一下爱心如何 什么时候洗完 什么时候吃饭 不 这么多 累傻子呢 如果洗不完 军阀处置 反正他只说让我洗衣服 又没说让我洗干净 到了晚上 我把导师的衣服 给他们就得了 他也不知道我洗不洗 我真聪明 请不吝点赞 怎么会想到她 爹 娘 快 我看看 怎么躺了个孩子 谁家的孩子 别说那么多了 先把她抱进屋吧 好 来 来啊 暮色望凌散月光复离伤 兜兜转转还是当年模样 人间有柔情自掌心脏 那你这笑的是什么 属云花呀 雨水流淌 年花似水又变泪无恙 木马仙已只为 娶你红妆 沧海间情爱最难防 为你设断今生又何妨 我把这温柔私仓 与你醉一场 她怎会与她如此相似 这种熟悉的感觉 究竟一额而来 洗衣服是吧 这件一看就是你 让我洗 叫你让我洗 你 你能不能安静会儿 燕头领 辛苦了 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 虫草茶 点心 燕头领 你吃这么俗 我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就得吃 你做什么 你别重心啊燕头领 我这身材不都是你要做的 是什么 我实在不是最后人的命 你能从来不习惯的话 帮我分了 想都别想 你就在这儿待着 哪儿都别想去 不去就不去 我就在这儿待着 天天气死你 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 还好 我的天天都在那儿 你算是什么 你犯了 我不是喝茶 你 groundbreaking 你不能就した 你本来的 洗完了 那帮我搓背吧 彦统领 正好这里没什么人 我有几句心里话 想跟你说 说吧 彦统领 我身为一个小太监 这两天这么折磨你 你还不生气 对我还这么好 我这心里 你做什么 帮你凑凑好呀 别碰我 有病 我的床铺怎么被扔这儿了呀 就在门口 很透风 很冷的 我还是想回那儿去睡 从今天开始 不准再靠近我一步 老大 站住 老大 说了不准再靠近我一步 老大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说 你之前给我吃的解药还有吗 能再给我一颗不 我就吃了一颗 离解读还远着呢 我心里老是特别不踏实 有啊 真的 那太好了 十两银子一颗 彦统领 您堂堂签余为统领 应该不差这点钱吧 如果你没有银子的话 也可以赦账 十五两银子一颗 欠我的钱每天三分钟 那我还是自己想办法种钱 随便 就这么一个碗 坐软 飘洋过海盗宁国 能卖到三百两 现在风声这么紧 你不要命了吗 姐夫放心 我这条线能保证万无一失 面上看都是普通生意 您出钱 我出力 这件事绝对能赚个盆满不满的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我出钱你出力 可是这利润 您妻 您妻 我三 老爷 少爷回来了 行 那我就先出去了 去去去去 爹 我回来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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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哥好想你啊 你可算回来了 稀奇啊 今天您老没喝花酒 我就不能有点正事吗 有 又跟陈姨娘那个便宜弟弟 密谋什么呢 你这个臭儿子 也就是你敢跟我这么开玩笑 对了 最近啊 城里可不太平 燕长云那大动干戈 搜这个找那个的 你可别傻乎乎地跟着往前冲啊 我们老大那是身先士卒 我们倩宇卫当然要见风所指 所向披靡了 老规矩 我办了 倩宇卫千好万好 你还回家要钱呢 我告诉你 爹可是在户部 给你留了个肥差 你心里应该清楚的 爹 你说的那些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建功立业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接下来把钱装好啊 我走了 天酒 天 天 陈老秀 这次链有点多啊 扛得住吗 你怕我给不起钱啊 怎么能是这意思啊 我姐夫是卫国公 我相差钱的人吗 方勇 陈俊才 他走 不是 你们什么人啊 干什么 走 老实点 放开我 给我老实点 走 走 你们抓我人吗 你们凭什么抓我 知道我是谁吗 这猪银粉是从哪儿来的 什么猪银粉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看来你还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叶 叶长远 你要干什么 包刀 你要去打成招吗 别 你 你 你别过来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这样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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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都招 我是跟卫国公的小舅子合伙干的 朱银粉 就在银马下 看这什么时候怎么都养啊 你说这啥子 你看看这几个早养 不可 这还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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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一定 王上 这是臣搜查朱银粉线索 在银马巷内搜出的国库库银 按律 国库库银不可流通于世 今日 今日竟出现在贩卖朱银粉的老巷银 你可不要信口雌黄啊 你要搞清楚 这怎么能是库银哪 那分明是栽赃权陷害 卫国公说得有理 既然案情重大牵扯众多 还请皇上下旨 彻查国库 清点库银 还卫国公一个清白 清白 国库库银 向来由卫国公的户部管理 怎么就出现在朱银粉的交易当中了 皇上 依臣看 这清白还不回来喽 你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可能用库银 去做朱银粉的生意呢 这是坚守自盗啊 我就是再查也不能傻成这样 一查朱银粉就查到了我 你说这话也不过过脑子 这分明是谢思愤哪 皇上 诸位大人 多年前 定国公秦文忠 不也是在军队中 大肆使用过朱银粉吗 所以 越是表面看似不可能的人 嫌疑就越大 皇上 老臣是冤枉的 他们这些人 都想要加害于老臣 请皇上彻查 皇上 国公一直勤勤恳恳 对南国忠心不二 如朝堂之商妄加猜测 恐伤臣子之心 还请皇上 上下彻查之后 再做定夺 皇上 请雁统领查 老臣全力配合 既然如此 雁统领 朕命令你 尽快彻查此事 陈领旨 老大 你怎么在这儿干这个 小乔子呢 先别管他了 魏国公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魏国公倒是比较配合 查了他所有的收益往来 和朱颜粉没有任何关系啊 账本查了吗 账本在他府上没让我们查 那就想办法进他府里查查 您说偷偷潜入魏府啊 嗯 魏府守卫森严 有点难办啊 过来 小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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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说 你不是跟老大关系好吗 反正我不去 你不说我们去说啊 我不去说啊 就是啊 我不去 不去就算 说什么呀 这个月的军饷又发不了了 这算起来 都三个月没发军饷了 不是 当千语位没军饷的呀 嗯 那 是不是被燕长云谈去了 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 连军想都谈 是吧 尚尚 此言差一言 我们燕统领 刚正波 不爱下手 对金钱 从来都嗤之以鼻 他绝对不是那种 对 放屁 你们一个个的都被他骗了 像他这种人 咋啦 像燕统领这种人 除了刚正不阿之外 还有德才兼备 俊朗迷人这些优点 你们怎么都不提一提呢 燕统领 君想啥热法呀 君想是互不负责 我也没有办法 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想办法 尽快发放到你们手中 既然你们那么着急 那这样吧 不如今天加一场小试炼 如果你们能在我手上 过上十招 上银百两 一百两啊 能把至少一年的剑药了 怎么样 阿朝 一百两 我听到了 可谁打得过老大 你打得过 也是哦 你们谁来 既然你们没人敢挑战 那我就走了 燕统领 燕统领 您这不是存心不想给大家伙掏钱吗 谁能在您手底下过得了十招啊 那好 五招总可以了吧 这样 我跟你打 三招 三招定胜负 如何 三招啊 三招啊 三招之内 如果你还在擂台上 三招之内 就算你赢 来啊 你这不耍无赖吗你啊 就耍无赖啊 一招 撒 一招 两招了 两招了 三招 拿钱 等到发君响 你自己找帐篷领去 下一个 下一个 三 三二两 千语位小强子 君响二两 奖金一百两 总共一百零二两 没了 什么意思啊 没了就没了 如今国库空虚 君响本来就不足 还一百零二两 二两都没有了 你什么意思啊 凭什么到我这儿就没了 你干什么 松开 我不 你到这儿什么地方 想要钱是吧 好啊 有胆量找魏国公去要啊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 魏国公 魏天娇 不要了 魏国公是你爹 这事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爹是爹 儿子是儿子 有事别找我啊 不找你找谁啊 就是啊 要不是你爹把钱都给瘫走了 我们又怎么可能 三个月发不出君想啊 对啊 对啊 就是 要我说啊 小强子这钱 就应该取你们魏国公府呀 就是啊 小强子 我们支持你 支持你 谢谢各位兄弟 一百两啊 够你好几年的祥银了 对啊 要不还是算了 小强子肯定不敢 毕竟对方可是魏国公啊 魏国公啊 小强子 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这也没办法 就是 不行 凭什么我就要吃这个亏啊 我今天就把花料在这儿了 我今天必须把这个钱要回来 兄弟们 咱们一块 走 走 你们走 小强子 别在这儿煽风点火啊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我们兄弟们每天这么努力训练 努力干活 还要被白白拖欠赏银 我孤家寡人一个尚且实不果腹 在座的各位兄弟可都是拖家带口 这钱拖得起吗 拖起 拖不起 三个月不发一次赏银 发一次还可扣这么多 公平吗 不公平 这钱要不要 要 要钱去 走 小强子 走 走走走 走 燕长云 做什么 做什么 你说我们今天是来 赞 给我赞 对对对啊 我赞我也赞 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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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头了 老大 没什么 就是有个事跟你汇报一下 叫军饷的事嘛 你说 兄弟们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您不能不管哪 国库空虚 不许我能要出来这么多银粮 已经是尽力了 他们都说钱是被魏国公弄走了 你再去给要过来啊 那你说魏国公再一手车贴 也不能把肉吃了骨头都不给我们剩了 这种事情我是没办法管 如果你们谁想要钱 可以自己去找魏国公要 你看 你看 大家都不去 我也不方便出面 毕竟是魏国公 我看你的钱就算是不要了 或者等国库充盈时 我再为你争取 别要 老大 这 今日是今日必 是我们南国的优良传统啊 那 要不这样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带着兄弟们去要 肯定能把军饷拿回来 这 你相信我 能拿回来 我行 那好吧 我让阿诚全力配合你 但不许闹事 你免伤了自己 放心 我一向以礼服人 那魏天娇怎么办 放心 我会让天娇去执行其他国务 绝对不会让他妨碍到你 谢谢统领 我走了 兄弟们 冲啊 冲啊 快走 走 走 老大 为什么安排小强的去闹事 这个领头人非他不可 他有皇上做靠山 即便是出事了 皇上也能保他瘾 怎不能让千语卫的弟兄 去冒险吧 老大赢 我去 兄弟们 等一下 我们一定要听命行事 听我安排 尽量以礼服人 把欠我们千语卫的军饷 还回来 过来闹事来了 没有 没有 我们今日主要是想求见一下国公大人 麻烦您通报一声 就说千语卫重将士求见 咱们今天就是为千语卫来讨回公道啊 大胆 我家国公也 也岂能有你们妄议 真当我们千语卫好欺负的 吃我们的土出来 替我们的还回来 让为国公滚出来 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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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安静点 我们说好了是过来讲世事摆道理的 怎么能这么莽撞呢 什么人敢在我国公府门前闹事啊 不想活了是不是 拜见国公大人 在下小强子 是皇上的贴身太监 现在于千语卫认知 我们没想闹事 我们就是想就千语卫军想一事 与您恰谈一番 你算什么玩意儿 还想跟我恰谈 把他们都胡走 还不快滚 打人打人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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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上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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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你们冷静一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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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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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营子 屋里有人闹事 赶快过去 快 快 去那里扛 那我们去那里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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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那里扛 我们分头 走 一把你帮忙 次正在运务 继续 时会 大 Top 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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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 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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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没有 朱英文 没有 难道为国公 和朱英文真的没有关系 不过 我在密室里 发现了大量酷疑 小强子呢 打起来的时候 应该是趁乱跑了 怕是不会回来了 不会 他现在还需要 从我这里拿到解药 会乖乖回来的 老大 老大 不好了 潮生他们打 魏国公被抓进去了 现在他们对外都说 都说是你挑作的 什么 你不是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 绝对不会有事吗 我当时劝他们了 我跟他们说 一定要以礼服人 能超上明白绝对不动手 但他们不听我的呀 他们特别激进 当时就动气瘦来了 我阻拦根本就拦不住 我阻拦根本就拦不住 是吗 嗯 阿诚也在 你问他 这个当时人多嘴杂 我只看到他跑了 不是 你怎么胡说呢你 老大 我真的拦了 我没拦住 我跑回来是因为 我是来通风报信的 我知道只有老大 才能救得了弟兄们 你 你怎么也跑回来了 我 我也是回来通风报信的 老大 你快救救弟兄们吧 人命关天哪 你怎么办 姑姑 之而委屈呀 千语卫这帮人 目中无人 简直就是土匪 在我国公府 不问青红皂白 四处打人 手段集结杂人 姑姑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岂有此理 就算是千语卫 也不能罔顾法庭 八点 是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不 太皇太后笑得知错了 太皇太后饶命 来人 把带头的小强子 拉出去砍了 不 燕头领你救救我呀 黄总部 这小强子这一次 确实是过分了些 但是罪不至死啊 孙安让他给卫国公请罪 死罪便免了 启禀太皇太后 这件事情不能全怪小强子 倩余卫已经三个月 没有按规定发放军饷 每次上报 理由都是国库空虚 大家也是逼不得已 才去卫国公府闹事 国库空虚 也不是卫国公义人之事 更不是你纵容下属 上门暴力动手的理由 燕长云 你身为千语卫的首领 你手下干出这样的事 说明你监管不力 太皇太后说得是 如此就罚臣一人 放过小强子 和千语卫的弟兄吧 燕长云和千语卫 那也是没有办法呀 姑姑 没办法 就可以派人打到我国公府 那以后 威武百官 少有不顺些的事 就可以到我国公府 打一番 骂一番吧 好 杖刑一百 以锦效尤 下次再犯 绝不轻饶 臣谢太皇太后 燕长云居然替我 把这事搭了 这么重的惩罚 他就一个人受着 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 弥补一下呀 他们怎么下手这么狠呢 皇上 臣觉得燕统礼犯下 如此滔天之功 确实有愧于 千语卫首领之职啊 要不咱们找一个都军 好好整治整治他的军纪 皇上高见 都军一职 我而天交最为合适 皇上 不妥 我儿萧全最擅长做思想工作 我儿萧全最合适 萧全是不做 可是我儿天交更胜一筹啊 请皇上定夺 让朕定夺啊 行 朕觉得 小强子适合担任都军一职 不妥 皇上 萧全大 奴婷赛 回去好好教育教育宴童礼 绝对不可以再犯 这种类型的错误 听到没有 是 皇上 你们让真丁的 人海茫茫 人海茫茫 路漫漫悠长 儿时一面 流年难将往 世间多沧桑 天涯各一方 女儿 在那里 亦权 夜儿中 普通 都 我儿子 爱是当年模样 人间有柔畅情自长心脏 秋刀断水水流淌 年华似水又变泪无恙 姑妈献一只味 娶你红妆 沧海间情爱最难放 为你舍断今生又何妨 我把这温柔私藏 与你醉一场 若只能与你痴爱一场 何惧风是绕断我情放 不舍 不悔 是为你衷肠 若与你出现满之情长 何控世事的山东水长 一年一梦一生 怕你放心上 何控世事的山东水长 一年一梦一生 怕你放心上 那更多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